点下去应该没有问题 只是说 他这个地方现在 点击之后 这个太小了,不好点,所以我们可以 再把它改成,选取它之后 特别需要,要把它改成 一条,很长一条的话 你可以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选取它,用DataRaw DataRaw里面的什么呢 DataRaw里面的ListView来做 OK ListView做出来的效果 就类似怎么样 这样子,来看一下 一条,类似像这样一条,点击的话 也OK 最后这边可以做上一页 或者是说,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就是之前我们讲的 假如你不喜欢类似像这样的方式的话 各位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在我们的书上面有讲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改成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就是 一个button 有没有,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的话,长长一条 前面还可以加什么 加一个图示 类似像这样 那 我们这个图示部分的话 要怎么去 加上按钮 其实加上按钮的方法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假如要把它变成按钮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也是EnterEnter 或者是Enter之后的话 把那个项目符号给去掉 比如这边有一个项目符号 你要去除就按一下 OK 那第二个的话,基本上可以把 绿打这个项目 假设我这个绿打变成项目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怎样 第一个也是这样把字打上去 第二个也是做超连结 但是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长条状的 一个按钮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DataRaw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刚刚是选这个范围 然后呢,在 资料 检视窗里面这边找到DataRaw 就它的角色 是叫RiskView 所以它就变RiskView 如果你把这个DataRaw改成什么 改一下 变按钮的话 那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记得那个英文 按钮的英文是什么 Button 对,所以你按下去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是按钮 那我们来试试看 即时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 绿导机场的按钮出现 对不对,有了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 这也是上个礼拜有讲 按钮部分 还有 诀窍 比如说 你想说,老师那前面 没有 Icon 没有小的图示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给它来一个小图示的话呢 该怎么做 这个部分 当然也是一样 有没有放上面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选取 第1个 Button 第2个呢 其实顾名思义 这边有个什么 Data Icon 点下去 这边有没有 就有这么多种的 在这种 按钮 就是那个小说图 那如果你希望找一个比较接近的话 应该在 书上面的 3-5 书上面3-5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 给各位看一个那个 总共会有17个 就这几个 其实 这边就是我们 下拉选单里面的 那比如说